大家好,欢迎收看聚焦纽约,我是关键 纽约州州长葛默9号宣布,从9月30号开始以25%的客容量开放纽约市室内餐厅用餐 如果疫情没有反弹,将于11月1号考虑开放50%的容量 消息传来,令布鲁伦中餐业倍感高兴 当天有的业者已经通知各分店经理开始做准备 为9月30号开门迎接室内用餐的客人做好各种保护措施 在布鲁伦、皇后区、曼哈顿和石坦顿岛经营着五家火锅烧烤店和三家小吃店的 99号餐饮集团掌门人林李举9号表示 当听到州长的公布时自己相当激动 终于等来了纽约市恢复唐吃的开始 这个成果来之不易 作为餐馆业者的他们要更严格遵守政府的各项防疫指南 以让疫情良好的稳定下去 以在11月能迎来50%克容量的时刻 据林李举的介绍 疫情发生后 尽管市府推出了室外用餐计划 但受室外空间影响 目前他们只有布鲁伦、巴达道和石坦顿的99号餐厅开展了室外经营 其余三家店已关门长达半年之久 三家小吃店也仅做外卖生意 当天得知消息后 他赶紧通知各家店的经理们 让他们从现在开始恢复室内用餐的准备 尤其在防疫措施上必须保证严格到位 只有如此才能迎来下一步的更大开放 金黄亭大酒楼负责人 同时也是美国中餐业联盟纽约总会会长的陈善庄表示 忙到凌晨4点的他在睡梦中被很多餐馆会员的电话叫醒 大家纷纷问月底以25克容量恢复唐吃的消息是否属实 每个人都很兴奋 这让一直抗争的餐馆业终于看到曙光 但是陈善庄也指出 以25克容量恢复唐吃 对遭受疫情和政府唐吃禁令双重打击的餐饮业来说 是杯水车薪 根本无法满足餐馆的各项开支 另外尽管政府在一直延期不得驱赶租客的保护措施 但一旦恢复了室内用餐 业者马上会面临房租等沉重压力 为了餐馆业能真正复苏 政府必须在租金和地税上提供援助 关于餐馆安全开放指南 陈善庄希望政府制定的越系越好 以利于餐馆执行 另外由于该会携手周众议员扣顿主办的多族裔餐饮业座谈会 已确定将于9月16号下午2点到4点举行 届时将有西语裔、意大利和华裔等业者与会 就餐饮业以25克容量重开下如何走好下一步做探讨 他呼吁更多业者出席发声 有益者请电929-999-8800